男子羽球双打东京奥运金牌得主王麒麟 于4月25日推出了个人的第一首单曲 歌名是风筝 已经在Line Music上架了 王麒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 歌唱一直是他的兴趣 很开心有这个机会 利用被赛的空荡 录唱他人生的第一首单曲 风筝 王麒麟说 这首歌彭腐也描述着他这几年 离开家乡 到世界各地征战的心情 这几年像风筝一样飞高飞远 但始终都有一条线 将大家连接在一起 下礼拜王麒麟与李扬搭档将再度出国 展开今年度一系列的国际赛事 希望大家继续予以支持 为他们加油 Yes 王麒麟说 希望大家喜欢他的这首新歌 王麒麟同时感谢民权国小的学长 也就是此次投资80万元 协助发行单曲的电商企业家 486先生 此外 被感谢的知名制作人 Jerry Huyn 曾经担任过阿妹的第一张与第二张专辑的 协力制作人 也参与过奈英 梁永奇 罗达佑专辑的制作 平常热爱在KTV演唱的王麒麟 非常开心地表示 终于有一员歌手梦想的感受 进录音室 听到自己的歌声 仍然会感到很奇妙 当初歌曲筹备的期间大约是半年 从1月份开始歌曲的录制 王麒麟还幽默地说 朋友应该不敢说她的歌不好听 不然就要绝交了 王麒麟满意自己的单曲表现 觉得真的还行 当初制作公司又准备了几首歌曲 让王麒麟选择 王麒麟对风筝这首歌曲的旋律 特别喜欢 情有独钟 也欣赏歌词所表达的意境 感觉颇符合这几年 南征北讨参加赛事的心情 王麒麟与李扬的搭档组合 下周二将准备赴泰国参加国际赛事 汤优备 之后还将至印尼与马来西亚参加其他国际比赛 7月还要参加台北羽球公开赛 8月则是参加世界锦标赛 9月再参加在杭州举办的亚运 王麒麟强调自己体验不同的工作 例如发行个人单曲 或是前几天参加的LV家具展 都是利用练习的休假空档 看来王麒麟的生活真的是非常忙碌而充实 王麒麟与李扬组合 在2020东京奥运获得男子羽球双打金牌 最佳的双打排名是世界第三 过去的双打搭档陈红林则转任教练 三人都隶属于土地银行羽球队 我们一起来预祝王麒麟与李扬 在未来的羽球比赛再创佳绩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 希望观众能够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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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